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 今天给大家介绍 明代沈州的青园图卷 纸本色色 纵19.1厘米 横188.7厘米 收藏于辽宁旅顺博物馆 沈州 明代中期画家 无门画派创始人 自启南 好石田 晚好白石翁 一座玉田翁 人称白石先生 江苏苏州人 世代隐居无门 早年承受家学 兼师杜琼 后博学宋元朱家 自成一格 一生不一 幽游临下 以诗书画自渝 他交由甚广 威望颇高 文征明 唐银 均从学门下 善化山水 花鸟 有以山水著称 与文征明 唐银 求英 并称无门四家 此图 以水墨淡舍色 惠青园的山水秋景 远处山石连绵 中部湖面广阔平静 景色平远而幽深 近处古树茅塘衣山傍水 修竹垂柳之中 一人执卷堂上滋滋而堵 此时风指 树静 一派清幽易去 该图画法工整 用笔圆厚 墨色浓润 富有生活气息 整个清圆图 画得优美自然 从诗情 画意 乃至哲理 都耐人寻味 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 请欣赏完整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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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